台湾人口老化严重 许多住在都市的长辈 不是行动不便 就是缺乏陪伴 往往都待在家里 高雄市社会局位子 就在前镇区 设立南区银法族市民农园 提供长辈培养种植兴趣 也能走出户外活动筋骨 希望借此鼓励长辈广交朋友 本周港都热化 带您来看这处属于长辈的开心农场 繁荣的市区里 有一处精密的农园 由空心菜 青香菜到地瓜叶 绿油油的蔬菜 举目皆是 同时强调都是有机耕种 每一株长得新鲜翠绿 这些全部都是长辈们 利用闲暇时间种植的 在这里每个人都沉浸在 种植的乐趣当中 我种植物很好的 还有很多吃有机的 这最好的天然 都要放肥油脂肥 为了因应高龄化的趋势 高串市社会举在89年的时候 在前镇区设立的 南区银法族市民农园 在这里长辈不仅能够 培养种植的兴趣 也是一个可以在这里 泡茶聊天吃饭的好场所 第一可以小分时间 第二来这里活动可以健康 来这里更深色 更深色 这会大家愚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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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 为在前镇区的南区银法农园 占地2558平方公尺 目前规划60块耕地提供长辈10座 每个单位约占地7坪左右 因为开放耕种对象人数有限 报名资格除了是涉及在高雄市 年满65岁以上 也要对种植蔬菜花卉有兴趣 没想到一开放 银法农园的抽签人数年年增加 光是去年报名人数就突破了300多人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唤起他们对土地的意识 让他们就是重新回味自己的童年 因为据我们所知前镇区 其实有很多劳工都是来自农业的县市 像是台南嘉义屏东这样子的县市 透过种菜然后来延环老化的速度 比方说多接触这些菜多接触土地 其实对于长辈的身体都很好 忙着采收甜米茂盛浓密的蔬菜 热心的阿公阿嬷不藏私的 传授许多旨在技巧 这里每个人都乐于互相交流传授心得 像是空心菜地瓜叶最受长辈欢迎 因为好种生长期也短 栽种起来特别有成就感 这边种最多的菜是地瓜叶跟空心菜 因为这两个菜就是常年都可以采收 然后还有重复采收的特性 我的菜股就是都要蒸一下 都拾木棒下去割 如果菜股我们外加一层我就不好 我的菜股我就想这个回应 水煮过的空心菜不用加其他调味料 线材下来吃起来就是不一样 他是周德贤大哥 除了会种菜还会下厨做菜 给其他阿公阿嬷吃 像是这道招牌的番茄蛋花汤 再加点起司进去也是超受欢迎 简单 还有营养 这些东西是这样 我做也可以 在外面煮也可以 很简单的料理 高营养 吃到大家欢迎 对不对 我在外面煮 大家欢迎 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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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营法农员寓教于乐 不时还会有些参访团特地来取经 家长带着孩子来学习 了解菜是怎么来的 蕴含教育意义 也有志工利用暑假期间来陪伴长辈 自己也吸取到许多宝贵经验 比如说长辈就很会有一些 生活上的小尝试 那可能就是我们年轻人比较不懂的 所以来这边也是跟长辈一起学习 也觉得很新鲜 做一个机会教育 让小朋友知道说 平常餐桌上面的菜 到底是怎么来的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然后对小朋友蛮有教育意义的 长辈能在大楼林立的市区当中 有一块专属自己的农田 想种什么菜就种什么菜 不仅是多走出家门 晒晒太阳活动筋骨 对于得到自己亲手种植的果实 心里更是踏实 也让退休生活不再无聊 无疑的这座营法农场 俨然成为阿公阿嬷 真实版的开心农场 港独新闻张世民洪金银 专题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